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失去知觉 小白和维一没有吃维生素 当然也就没有失去知觉 小薇跑过来悄悄问维一 这是怎么回事 维一告诉她 当女警官来寻楼的时候 一定要假装睡着 这时女校官带着两个人来到房间 他们开始选定目标 带走人 很不幸小薇也被选住了 女校官把小薇抬了出去 观看小薇的皮肤状态 还好小薇伪装的好 没有被发现 小薇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的闺蜜 维一 他们开始商量逃出这里 小薇认为 学校里的医务室的医生 不会和女教官一伙 她希望医生可以帮助她们逃出去 但是当小薇没有透露太多的时候 医生就发现了 小薇没有吃维生素 医生询问小薇 是不是没有吃维生素 小薇伪装着糖色了过去 但是这并没有让医生手下留情 医生在她的胳膊上 打了一剂维生素 长时间没有服用维生素的小薇 被这一剂维生素打得晕头转向 小薇浑浑噩噩地回到房间 却被室友举报 说她有不检点的行为 小薇被关了禁闭 这时候 她的闺蜜维一并没有歇着 趁着天黑 维一干倒了保安 抢走了门禁卡 维一想带着小薇逃出去 但是很不幸 小薇他们还没有逃出去 保安就醒了 警报拉响了 维一把门禁卡藏了起来 女教官认为 维一肯定有同伙 希望那些女学员们能够相互检举 必须监督她们 必须每个人都得把维生素吞下去 夜晚 小薇用发扇划破自己的胳膊 克制着自己 不让自己睡过去 小薇偷偷地用门禁卡想要逃跑 但是发现 门禁卡已经失去了作用 小薇干倒了女教官 拿着门禁卡 想要去找被关在地下室的围衣 一起逃出去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寄宿学校 而是以医生为主谋的 买卖人类皮肤的场所 他们用这些年轻漂亮女孩的皮肤 为顾客重返青春 从中谋取暴力 进行不法行为 那些被偷走皮肤的女孩 变成了一个个的尸体 静静地躺在地下室 小薇为了不让他们得逞 划破了自己的脸 这部电影结局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 最后通过他们的努力 那些女孩们都从这座寄宿学校逃了出去 可以自己自由地选择 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